作为《红龙梦》中举足轻重的丫鬟 习人一直是书中颇受正义的人物 他曾向王夫人敬言好好管教宝玉 并建议为访不测,应尽早搬出大官员 王夫人因此认为习人声名大礼,对其信任有加 但他却是全书中最早与宝玉发生肉体关系的丫鬟 所以他到底是温柔娴熟,还是心机深沉呢? 以下,请听拜佳女一一细说,娓娓到来 大家好,我是拜佳女 欢迎收听我的节目 花习人本名花珍珠,原本是贾母的婢女 因她心地善良,而且尽忠职守 贾母爱孙心切,特意将习人拨到宝玉的房里伺候 那是贾宝玉出世云与秦的对象 虽然未有正是名分,但王夫人许她领姨娘的月前 说她办事稳妥,性格纯良 就等于默认了她在贾家的地位 原文说 宝玉因知她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器习人之句 遂回名贾母,更名习人 第二十三回 宝玉回禀贾政说她取陆游的诗句 华器习人之憎暖,雀身穿竹式心情之意 将花珍珠改名为花习人 这首诗主要是描写诗人隐居川岭的悠然生活 当花香扑鼻,喜鹊的叫声穿透竹林 便能感受到春天和暖晴朗的气息 习人的个性温暖宜人 如同花香扑鼻,确实名如其人 但习人的名字还让人联想到另一首诗 那就是初唐鲁赵林的《长安古译》 这首诗总共五百二十八个字 这里我们只说最相关的几句 习时经接白玉堂 吉经为鉴轻松在 吉吉寥寥扬阳子居 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 飞来飞去习人居 金街白玉堂就是甲不甲 白玉为堂金作马的甲家 意思是甲家昔日的豪华府地 今日只见几颗青松 就像汉代杨雄的故居 岁岁年年剩下极了冷清的宅院和藏书 只有南山的桂花开了 飞来飞去 暂停在人的衣领上 桂花自古就有贵人的寓意 习人在甲家败落时 嫁给了蒋玉翰 夫妻俩对宝玉宝钗夫妇 曾经奔走祥主 就好像桂花飞来飞去 停在宝玉的衣领上一样 是宝玉在穷愁潦倒时 伸出援手的贵人 第二十八回 蒋玉翰在冯子英的家宴上行酒令 只见他拿起一朵木席来 木席就是桂花的别名 念道 花气席人之骤暖 薛盘听了瞬间跳起来喧嚷道 了不得了不得该法该法 这席上又没有宝贝 你怎么念起宝贝来了 蒋玉翰懵了问道 何曾有宝贝 薛盘道 你还赖呢 你再念来 蒋玉翰只得又念了一遍 薛盘道 习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 你们不信只问他 说完指着宝玉 可见在旁人眼中 习人就是宝玉的宝贝 蒋玉翰在无意中念出他的方明 是一个很明显的暗示 此外 《红楼梦》的作者 故意将有突然溢死的奏字 改成白皱的皱 并非比悟 而是暗示习人只有在白天 也就是在人看得到的时候 才是温暖鲜凉的 习人的判词是 网字温柔和顺 空云似跪如蓝 看见幽灵有福 谁知公子无缘 画上是一簇鲜花 一床破喜 意思是说 习人行事温柔和顺 他有慈母般的无畏不至 也有妻子般的温柔娴熟 只要有习人在 就能感受到他 似跪如蓝的芬芳 网字 空云 都有可习的意思 可惜公子宝玉无缘消瘦 只能羡慕幽灵的福气 幽灵指的是奇观蒋玉翰 习人最后嫁给了蒋玉翰 与宝玉无缘 第28回 在冯子英的家里 贾宝玉认识了蒋玉翰 两人互有好感 蒋玉翰便将北晋王所赠 从倩香国进贡的 一条大红鞋点和金子 送给宝玉 宝玉则回赠了习人 亲手绣制的松花和金子 给蒋玉翰 然后宝玉回到怡红院 又把这条大红鞋点和金子 寄到了习人的腰上 这是第二次明显的暗示 一处鲜花象征着美丽的花席人 破席的破 意味着不完美 席和席人的席 戏子的戏都谐音 破席应该是浴室席人 嫁给戏子后 生活并不完美 红楼梦第三十回 写贾宝玉从王夫人那里回来 敲了半天都没人应门 一肚子没好气 结果习人隔着门缝一脚 是宝玉 连忙开门 宝玉没看清楚是谁 便一脚踢在习人的肋骨上 习人哀哟叫了一声 晚上睡前 习人咳嗽两声 吐了一口鲜血在地 习人一看 心冷了半解 想着往日常听人说 少年吐血 年月不保 纵然命长 终是废人了 第七十七回 秦文本人被撵走后 再次提到了习人的这个病症 原文说 且有吐血旧症虽欲 然美因劳碌风寒所感 即以受中淡血 故近来夜间总部与宝玉同房 我猜想 宝玉那无心的一脚 给习人落下了病根 并影响了习人以后的夫妻生活 第六十三回 受怡红群方开夜宴 习人抽到的花钱是桃花 提词是武林别景 提诗是宋朝谢法的桃红又是一年春 原诗是寻得桃红又见一年春 花飞墨浅随流水 怕有鱼狼来问津 武林就是桃渊明桃花源祭中的 碧氏仙境 习人在如逢情墨乱世的贾家败落时 嫁给蒋玉翰 寻得了碧氏的桃花源 与蒋玉翰过了一年甜蜜的新婚生活 当大官员的女儿们 花谢花飞飞满天斑 散落各处时 习人却可以花飞墨浅随流水 免于随俗浮沉飘零的厄运 但寻得好归宿的习人 却不希望有人找到他 为什么呢 因为怕有鱼狼来问津 在桃渊明桃花源祭中的鱼狼 原本来自红尘俗世 误入桃源后 又离开桃源 从此再也找不到通往桃源之路 因此 鱼狼指的应该是来自红尘俗世之人 也就是说 习人不希望外界之人来打扰他平静的生活 关于习人的结局 至宴斋只给了我们两条线索 一是习人出嫁是宝玉指婚的 二是习人与蒋玉翰在贾家落难后 一起奉扬过宝玉宝差夫妇 原文曾说 习人的性格是 服侍贾母时 心眼里只有一个贾母 服侍宝玉时 心眼里又只有一个宝玉 因此 他既然嫁给了蒋玉翰 断然不会三心二意心里再有别人 但第二十八回 蒋玉翰行酒令时说 女儿悲 丈夫一去不回归 女儿愁 无钱去打贵花油 又是意味着什么呢 鬼友本给的答案是 蒋玉翰另结新欢 一去不回 习人落得和宝差一样 孤苦终老的结局 不过酒令里还有 女儿喜 灯花病头结双蕊 女儿乐 夫唱妇随 真和和 所以我猜想习人嫁给蒋玉翰 两人婚后生活虽然困顿贫寒 但应该是幸福甜蜜的 对宝玉夫妇甚至还仗义 伸出援手 不过身为游走于北京王府 与中顺王府之间的男宠 极有可能在两大政敌的斗争中 遭逢死结 一去不回 而当年宝玉重重的一脚 又使得习人无法生儿育女 习人的避世桃源 就此梦遂 从此隐姓埋名 游走他乡 第三十四回 贾政听说宝玉与中顺王府唱小诞的奇观 蒋玉翰交好 又调戏金串 导致金串投井自尽 再加上贾桓的添油加醋 山峰点火 弃得贾政以流荡幽灵戏子 引入母亲婢女的罪名 把宝玉暴打一顿 打得皮开肉战 鲜血淋漓 习人如同金弓之鸟 惶恐不已 于是有了王夫人与习人的一次生坛 习人说宝玉挨打 大家都很心疼 作为他的下人 也很没脸 然而斗胆说一句 宝玉确实很该打 很欠一顿收拾 因为如果再不加以制止 将来有可能会出更大的丑闻 闹出更大的祸事 这些话郑重王夫人的心思 他热泪盈眶地拉着习人的手 夸他是个好孩子 自己没看错等等 习人随后又建议搬出大官员 他说 如今二爷也大了 里头姑娘们也多 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彪姐妹 虽说是姐妹们 到底是男女之分 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 由不得叫人悬心 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 怎么变个法 以后进海郊 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 一番话令王夫人感动万分 认为习人声名大义 不仅少了他两碗菜 加了工资 还从此默认 他是宝玉准姨娘的身份 第五十一回 习人的母亲病重 哥哥花字方来求接习人回家探亲 王夫人特别吩咐要凤姐悉心办妥 除了安排车队之外 还交代务必要选上好的衣裳 手炉 包袱 临走时 还要习人过来给凤姐瞧瞧 如此慎重张罗 虽说未有名分 却已经是贾家准姨娘的排场了 两百年来 习人与王夫人的这番肯谈 被许多读者形容为告密的行为 引起许多红迷们对习人的鄙夷和唾弃 可是我却觉得 他并非故意向贾府高层妖宠讨好 而是小小年纪就被卖到贾府的他 早就被灌输主仆尊卑的封建礼教与规范 以他的立场 身为宝玉的贴身丫鬟 便不能眼睁睁看着宝玉被天真的叛逆所吞噬 习人只是单纯的想保全宝玉的名声而已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番话会惹来王夫人超减大官员 更没有想到秦文会因此而死 方官和四儿会因此被逐 习人成了大官员的叛徒 百口莫辩 连宝玉都怀疑他 宝玉问习人 怎么咱们私底下说笑玩闹的话 太太都知道了 怎么太太别人的毛病都挑了 就单不挑你 还有秋文摄月 在我看来 这些都只是顺从隐忍的奴性表现而已 并不觉得他有存心要害人 习人一向行事低调 宁愿自己受老受累受委屈 也不愿沾惹事端 在别人眼中 他攀上高枝 麻雀便凤凰 但总是让人觉得他隐隐约约 透露着些许生存的无奈 例如秦文对他铭记暗讽 酸言酸语说 自古以来 就你一个人会服侍爷的 我们圆美服侍过 因为你服侍的好 昨个才挨了窝心脚 连个姑娘都还没震上去呢 也不过汉我似的 哪里就撑上我们了 这些商人的话 习人都选择隐忍 没有反击 第二十回 宝玉的奶娘李莫莫 先是因为习人没向她问安 骂习人是忘了本的小仓妇 然后又吃了宝玉留给习人的酥酪 她怕引起宝玉的不快 也没有告状 还以自己比较喜欢吃栗子为借口 大事化小 感官勤闻私善事件时的 牙尖嘴利 就能明白为何人人都说 她是嫌习人呢 宝玉出生时 因为抓招抓了脂粉拆还的缘故 贾政对她一直很严厉 但是贾母和王妇人 对她却是千娇百丑 当作命根子一般 她是在一种深切浓重的母性关怀下长大的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 产生恋母情节的可能性很大 而习人比宝玉大两岁 性格又温柔和顺 向母亲多过向情人 最重要的是 宝玉的饮食起居 一直都是由习人来照顾 这种无为不至的关怀 自然会使宝玉对习人产生一种依恋感 再加上习人是她生命中第一次性经验的对象 第六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 在梦中与景患仙子学习了男欢女爱之术 此事被习人发现后 回到荣国府 两个人趁着无人之际 也依景患之讯 翻云赋予了一番 书中虽写到 信喜无人壮见 但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 宝玉房里的妹人凭空被消失 很可能就是目睹了这件事 而秦文也当面亮过话说 两个人偷偷摸摸做了那事 第十九回 宝玉看见明烟按着一个女孩子 也干起了那景患所讯之事 她马上就想到要去习人家看她 显然是受了刺激 潜意识里唤起了对习人的性冲动 可见宝玉与习人之间的肉体关系 应该是经常性的 习人在与宝玉偷尝禁果之后 对宝玉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复杂 与宝玉的肌肤之亲 除了唤醒她肉体的欲望之外 也唤醒了她的占有欲 从此她对宝玉的关怀更加无为不至 习人想用一个女人的柔情密意 来征服宝玉的情感 拥住她的心 但她却走不进宝玉的精神深处 触不到她的灵魂 以至于她们在肉体上离得越近 精神上反而离得越远 第32回 贾宝玉在桥上对黛玉说了一句 你放心之后 黛玉害羞地跑走了 剩下宝玉一个人站在桥上 还傻乎乎地向黛玉告白 好妹妹 为了你 我也是落得这一身的病 这番话 全被来找宝玉的习人听见了 她马上出现一个念头 坏了 出大事了 要闯祸了 习人总是生活在担心出事的 坦透之间 一旦风波走起 害怕宝玉受伤 自己难以自处 习人的表现是母性的 她含辛辱苦 全心全意的奉献 对宝玉清其所有 无所保留 同时 习人又是自私而强势的 她和宝玉朝夕相处 插手宝玉所有的私人领域 包含她的肉体 和她的一切爱恨情仇 宝玉则以为自己是了解习人的 她的贤惠顺从 忍辱负重 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但是 她却不懂习人的底线 习人所尊奉的行为规范 和薛宝钗是一致的 她苦口婆心 不时规劝宝玉读书 上进求功名 她向王夫人提出貌似正确 却几习 摧毁宝玉扼杀姐妹的警告 她听任宝玉的安排 下架蒋玉汉 都是网子温柔和顺 空云四贵如蓝的奴性表现 是网子温柔和顺 是网子温柔和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